也可以听到新的歌曲 有一些不同的感觉 哇 我真学以致用 把刚刚工作无难事 我讲到的原理呢 都运用在这个空中吗 是正巧 因为呢 这个节目单元呢 真的就是由听众来推荐好歌 现在为你播出的这首歌曲啊 是一位听众他推荐的 其实这首歌在我们的歌库当中 从一开始 它就是一首K歌 而最近你也常听到这首歌 赵永华的一首 其实还蛮抒情的歌 是听了之后呢 心里会有一点点的酸哦 赵永华的这首《请你放心》 是Yvonne特别推荐的 这首歌对她来说呢 有特别的一种疗愈的作用 她说她是来自马来西亚 在新加坡打拼的马来西亚人 当初刚来新加坡工作的时候 很一模 也就是很情绪化 那时候第一次听到这一首歌 就哭了 那段时间真的很茫然 她觉得《请你放心》 这一首歌却好像就是在描述 那个时候的心情 还好 有朋友听她倾诉 有朋友陪伴 渐渐渐渐渐渐的 也就变得更开朗 《请放心》 《给我时间》 《我总会想通》 这一首歌当中的这一段歌词 似乎就是她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心情开朗的一个感觉 所以她希望呢 透过空中推荐一下这首歌 可能正好可以帮助一些 处于心情低落的朋友 《请放心》 《请你放心》 赵永华这首歌唱得 非常的 丝丝入扣 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听这首歌啊 我也会流眼泪的 老朽去爱赛艾频道 和你分享 商务时间呢 有另外一位听众 推荐了一首新歌 我一听 觉得还挺好听的哦 锁定啦 这些日子过得 是有点茫然 重新开始没有我想的简单 感觉心好空 什么都填不满 发呆就成了习惯 逞强若无其实或许太为难 我和多数的人一样的平凡 也该用倾诉 只是放掉伤感 对所有情绪坦然 请放心 天有时间 我总会想疼 让泪水一滴不流 才能真解脱 最多你的手 怕给我 其余别说 用朋友 的温柔 请放心 给我时间 我总会想疼 女人 女人有依靠 就能可承担我 我想我该会再记得 怎么享受 就为了 的自由 尘强若无其实或许太为难 我和多数的人一样的疲凡 也该用倾诉 去释放掉伤感 对所有情绪坦然 请放心 给我时间 我总会想疼 让泪水一滴不流 才能真解脱 最多你的手 怕给我 我 其余别说 用朋友 的温柔 请放心 给我时间 我总会想疼 女人有依靠 就难可执断 我 我想我该会再记得 怎么享受 我 求快乐 求快乐 的自由 求快乐 的自由 怎么享受 怎么享受 求快乐 我的自由 再可扶 cela know 家 manager 如果 你也是DJ JJ